歡迎實體多仁多明報3月5日的530 在香港看煙花、酒店預訂到滿 安省煙花雖然不及香港震撼 但4月8日就有40年1月的日傳食 安省現在到過城市的Airbnb都爆滿 一個華裔男人被控殺死滿地可超市的華裔老闆娘 檢控官認為被告是因為財困、意圖綁架、錯手殺人 被告現在被判終身監禁16年不得假釋 多仁多是一個女人汽車三次被爆洩 她生氣的縮性不鎖車門、不鎖車窗 還貼上邊跳叫賊人自扁 因為車上沒有東西被人偷 這樣也行 最怕是賊人不偷東西直接偷了她的車 萬錦市一家民居在上個月被一個歹徒連開多窗 而事發覺時屋裡有人 約克區警方重案組而一追尋一名涉案男人 上個月28日下午3時15分 警員接報指Castormor Avenue 及Solace Road社區傳出多下槍聲 當警員抵達現場後 就發現一間民房被多枚子彈擊中 當時屋裡有一個住客 不過幸運是事件中無人受傷 警方今天發放閉路電視片段顯示 一部黑色四門房車駛入Castormor Avenue後停下 一個男人逃步走近一間民居後就開槍 這個男人回上車後就開車 沿著Castormor Avenue西行逃離現場 攝氏的男人深色皮膚身材高瘦 試花時穿着蓮舞冬衣 黑色運動褲和帶着黑色口罩 家車被人偷了 車主當然苦不堪言 車沒有被人偷 但經常被人打爛車窗偷東西 車主痛苦程度都不小 報警嗎? 大家都知道有沒有效 有位多倫多的女車主被人撥碎車窗三次偷東西 她沒有辦法斬腳趾給沙蟲 那隻腳趾就是不鎖車門 她還貼張紙告訴賊老 我的車沒有鎖的 偷東西不用撥車窗的 她張紙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賊老哥哥 請你千萬不要撥車窗 到車門沒有鎖的 祝你今天一起順利 這條片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廣傳 片裏面有一位女士先拍著車的外面 她在車上貼著剛才提到的那張紙條 然後她接著打開到車門 大家就看到車裏面放了很多汁水和Teddy熊 不知道是不是要來慰勞那個沒有撥車窗的賊老哥哥 有網民回應就說 這位女士用的方法 過去幾年在三藩市亦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三藩市的車主就更加厲害 她們不止不鎖車門 還將車窗搞低 甚至將車尾箱打開 證明車裏面沒有東西可以偷 除了汽車爆竊之外 多倫多偷車案之多 現在真是國際文明 最近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多倫多偷車的文章 題目就是對偷車賊來說 多倫多是一個糖果譜 多倫多的車主受救了 至於多倫多汽車盜竊案 警方的統計數字是有多少呢 又增加了多少呢 我就無謂浪費時間去說 你們也無謂浪費時間去聽 心照算了 我是瓦佳靜水Michael Chiu 疫情都未過 現在又說輻射水飄來 不過又不用太擔心 大家好像平時一樣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喝我們瓦佳靜水 一個姓曹的壞人男子 因為謀殺一個素不相識的壞裔女子 去年12月 在滿地可高等法院 被陪審團判二級謀殺罪名成立 法官上星期五宣判 將她終身監禁 而且16年內不得假釋 整件案 法定上找不到殺人的動機 現場監控的影片 也看不到殺人的過程 一切是依靠環境證供和推斷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被告文判之後 表示要上訴 不過 檢控官佛格森就說 曹某對這件案早有羽某 不過是沒有明顯動機 被殺的人毫無反抗之力 但他依舊採取極其暴力的行為 事後更加隱藏屍體 掩蓋自己的罪行 對受害人的家庭 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 而法官佩羅在判刑的時候就說 現年65歲的曹某 在2020年9月7日的殺人行為 是肆無忌憚的謀殺 曹某被控在修女島謀殺女子盧紹正 曹某原本被控一級謀殺 後來陪審團認定她是二級謀殺罪名成立 這個罪名的刑期就是終身監禁 法官的兩刑就是考慮她何時才能獲得假釋 法官說 決定兩刑的一個因素是死者盧女士的兩個成年子女 對於她們媽媽為何會被殺人呢? 是一無所知 案發的時候 老蕭貞在她住的修女島共管柏民大廈的停車場去拿車 突然間就被曹某襲擊 先是被曹某嘔打 繼而是被她手提包的帶勒死了 接著她的屍體就被曹某擠在她四驅車的後座地板上 事發幾小時後 盧女士的子女才發現媽媽的屍體 地下停車場的保安錄影 沒有拍到曹某殺害盧女士的過程 只是拍到她進入大廈五小時後才離開的圖像 曹某行兇之後 在大廈的消防通道裡躲了13分鐘 換好衣服然後才開車離開 她以為自己的行為神不知鬼不覺 而警方最先是在受害人的手指甲裡 和手提包上發現了兇手的DNA樣本 接著對案發的時候 只有在大廈出入的人逐一排查 終於鎖定了曹某就是真兇 直到現在 警方能夠找到兇手和受害人之間的關聯 就是曹某也曾經在這間大廈裡住過 所以她有自由出入大廈的電子門卡 但警方確認他們兩個人之間其實是不懂的 至於當日曹某為何會在案發地方滯留五小時呢 而且挑選了勞女士作為攻擊對象呢 到現在為止 誰都不知道 曹某自己的解釋就是 她那天拿著她的保馬 去到那裡她睡著了 所以才滯留了五小時 但她始終沒有辦法解釋 她為何要在那天去那座已經搬走的大廈呢 警方考慮殺人動機是一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曹某想綁架奴女士這位成功的女商人 你勒索贖金 結果在綁架過程中就錯手而將她殺死了 檢控官孟田說 修凱印是一個身家清白的女商人 是社區裡一個受人尊敬的人 她擁有一間雜貨店 和一間在社區之中非常有名的餐廳 很難解釋 這種令人發指的罪行是為何那個人會做得出來的 只有被告才知道她為何要這樣做 根據控方的猜測 盧女士在遇害前 她剛剛賣了她在唐人街擁有的一間雜貨店 而另一方面 作為兩間日託中心老闆的曹某 當時是深陷財政困境 就是在盧女士命案發生後三個月 她未被捕前 曹某曾假裝綁架一個男子的妻子 而試圖向這個男子勒索 但在庭審過程中 檢控官沒有向陪審團說出這個假設 有關勒索的證據 是在曹某被定罪之後 在法官考慮對曹某的量刑的時候 才呈交給法官 法官說 這件勒索案的證據是令人不安的 我不能將它當作對曹某量刑的一個考慮因素 因為案中的檢察官 當時允許曹某無罪釋放 而條件只不過是曹某承諾 在一年之內不能與受害人聯絡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現在年輕一代不理是生是死 最重要是Live 卑士省滿地堡警方 昨晚10時接報 趕到Rocky Point公園 拉了一個開車衝到布納內灣的19歲少年 警察說當時少年正在直播開車衝到內灣的過程 據知這個少年收了 設在美國的直播平台3萬美元 做甚麼? 就是去送死 不是,應該說是開車衝到水 滿地堡警局發言人薩加利亞說 有人見到直播,於是報警 警察趕到現場時 車已經開到水裡,而且已經滅頂 警員後來在現場發言那名19歲少年 被扣留文化後已獲釋 但薩加利亞表示 警方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對她提出刑事指控 警方又以怪異律沙來應用這次事件 昨晚事發後,Rocky Point公園 被船落水的區域仍然關閉 而警方便找來兩組工作人員 希望可以將沉入在水裡的汽車拖出 但始終未成功 今日仍然繼續有關行動 薩加利亞表示,這名少年行為 可能帶來嚴重後果 今次雖然沒有人受傷 但車被開到水裡 亦可能危害水域的環境 他又懷疑今次事件裡 汽車能否申請保險理賠 據知有直播主承諾給這個少年一筆錢 讓他直播開車沖下水 而這個直播主同時亦出錢給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去做各種危險和誇張的事 哼,有錢就大了 有錢就可以叫人去送死 只不過,慘得過 真是有人又肯祭 多倫多警方去年10月 在Portlands地區的Cherley湖灘 發現了一具瑞士 查了四個月,還查到去美國 但到現在還未找到線索 今日,警方呼籲市民提供消息 協助警方辨別死者的身份 瑞士沒有頭 在去年10月9日 先在Cherley湖灘發現了兩折大腿 去到10月30日,水徑在巡落的時候 又在湖裡發現了一具人體的驅趕 這個驅趕被發現的時候 部分是用黑色的垃圾袋包著 驅趕穿著一件細碼的衣服 並且戴上頸鏈 警方相信兩次發現的人體殘屍是屬於同一個人 而且是被人刻意分屍 三市警長卡斯特說 產蟹上面沒有特別的記號 疤痕或紋身 所以令警方很難確認死者的身份 現階段警方由於沒有辦法確認死者的死因 所以暫時也不能將他列為兇殺案 但是警方認為這件案件相當可疑 經過了法醫驗證之後 相信死者是一個年齡居21至28歲的男子 有淺中式皮膚 身材中等而偏瘦削 有黑色的體毛 死亡的時間 大約是在他的大腿被發現之前的24至48小時 即是10月7日到8日 在不知道死因的情況下 警方目前只能向著屍體不見的方向調查 至於其他仍未找到的人體殘屍 警方相信肯定會在某一個地方 警方並且與美國的執法官員合作 調查瑞絲的其他部分 會不會被人丟到美國 警方呼籲 如果有人的家庭成員 朋友、同事、熟人 是認出了死者的身份 又或者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話 請立即與警方聯絡 每逢有節日或慶祝時 香港但凡有煙花表現 很多酒店的房間都爆滿 現在安省也出現類似的情景 有多個城市例如尼亞戒拉 夏美頓、Kingston等城市的Airbnb也爆滿 但你可能猜不到市民租房不是看煙花 而是看在4月8日會出現的日傳食 根據Airbnb網站的數據 那些方便看日傳食的城市民宿預訂大幅增加 加拿大排名前5名觀看日傳食的地點 包括滿地河、尼亞戒拉地區、 夏美頓、聖Catherine和Kingston 對於加拿大的天文愛好者來說 這個天文奇觀40多年才出現一次 對上一次加拿大境內 可以看到完整日傳食的發展軌跡 還在1979年 今次日傳食的軌跡 會經過安省、灰巴克省 和大西洋各省的部分地區上空 令這些地區的住宿需求大增 Kingston旅遊局開發經理說 這是Kingston近七、八年以來 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日傳食軌跡 為此傳承著弱 由去年秋天開始 我們的旅遊住宿就開始增加 預計到4月8日會升到最高點 Airbnb的發言人表示 我們發現搜索這些城市 4月5日至8日的民宿 較去年同期大增300% 預計下個月初會有更多人訂房 Airbnb的數據顯示 截至2月25日 日傳食延善城市 仍有50%的民宿短租可預訂 除了加拿大 美國、墨西哥等國家部分地區 亦可觀看完整的日傳食現象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5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9度 大多倫多地區 明天的普通無縣汽油價格沒有升跌 維持在每公升151.9 一對父子昨晚於九龍城廣場墮樓 其中58歲父親身亡 7歲兒子正留院搶救 警方懷疑有人因受賭債所困 先拋兒子墮樓 再自己從高處跳下 警方暫列案件作企圖謀殺和自殺案 事發於昨晚大約9點多 商場保安發現兩個人 倒餓於商場和住宅隆壁之間的小境 隨即報警求助 救護員接報到場 即場為兩個人作初步治理 再將兩個人分別送往港華醫院 和伊麗莎白醫院 墮樓二人分別為馬姓58歲父親 和他7歲的兒子 其中父親送院搶救後不止 他的兒子送往伊麗莎白醫院搶救後 仍然昏迷 醫護人員為他戴上口罩 插上協助呼吸的喉管 左前額液貼上沙布 九龍城警區刑事部重督察 諾程漢表示 涉案的58歲男子 事發的時候 在九龍城廣場天台 先拋下他的兒子 然後墮樓 警方不排除有人因沉迷賭博 而欠下巨額債款 最終決定尋短見 諾程漢又提及 涉案男子生前 曾任職運輸工人和的士司機 至於被拋下的男童 警方指目前仍然留遠 並由他的媽媽陪伴 據了解 父子二人居住於九龍城 壓箭浪到一棟堂樓單位 警方在父親身上 沉獲一張的士司機證 現場沒有檢獲遺書 據鄰居表示 男事主在這個地方居住一段時間 但很少和他聊天接觸 只知道家裡應該沒有長者居住 也沒有聽聞曾經有人上門追債 另一名鄰居 新先生也說 鄰居關係很疏離 平日多見過爸爸低頭走 好像很神秘 對事件感到難過 男童的母親沈女士 今天再到醫院探望兒子的時候 雙眼通紅 她透露兒子目前仍然昏迷 亦有發燒、皮狀、氣管都有損害 很多醫生輪流看他 目前只能觀察 讚未能再做手術 警方安排轉介社工協助 沈女士說 兒子的爸爸過往沉迷到澳門賭博 我就生氣氣就離開了 已經和他爸爸分開居住一段時間 兒子仍然和爸爸住 自己經常和兒子見面 但多數關心兒子的情況 我們都不對 我都不問他的事 只是問小朋友的事 其他的我都不過問 不清楚他的債務情況 對他現在開的士也感到驚訝 這條街有沒有熟口臉呢 是不是九龍來的 這裡應該是浪豪方來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語言 台灣、日本 我們眼鏡再看一次 認不認到在哪裡 銅鑼灣 是這裡 是不是這裡後面 可以說對 又可以說錯 因為這個是用AI生成出來的銅鑼灣 真 像真度高的 高的 第一眼我都猜是銅鑼灣 但後來看周圍的東西 好像銅鑼灣又不覺得有這些 看真點 其實也有不少破綻 我的腳 你看我的腳 我留意不到 剛才 剛才看不到 是 字 它不像我們平時看的繁體 字 像一個圖案 無緣無故 這裡有一輛車 彈了出來 是否剪過那些人 還是怎樣 是甚麼 我們做這條片剪多久 我想 一個月 不用一個月那麼久 24小時 兩分鐘 做這個銅鑼灣不難 我們打了它的關鍵字 入這個免費AI工具 兩三分鐘就生成到這條片 還每次都不一樣 哇 那兩分鐘 我可能會擔心 有些人 工作會失去 可能我本身 找同事 做一些 Digital Marketing 的設計工作 如果AI 打開句子 一兩分鐘 做到一張圖出來的話 我其實 不是怎樣 需要請多一個人 去做這些 我相信每件事上面 都一定 有一定的破綻 只不過是 你有多留心下去 我覺得我自己 不會被人騙 但我剛才被人 被你騙到 原來你 大家的句子 都可以做到這樣 將來 我都想像不到 社會是怎樣 未來香港會是怎樣 按個掣就有 又是否你想像中的 香港未來 在演唱會之後 狂吃東西 感覺更好 感覺更好 好像被 偷空 滑空 滑空 整件事 空也不見了 好 想整個身體 健康一點 還有 運作得正常一點 因為我演唱會 我想整個演唱會 我 只是磨了兩次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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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緊張 然後我的熱氣 到現在還在 熱氣 對 對 我到現在 都未來 對 這麼久 身體透支 透支 是嗎 未來 幾月了 有了 不是 我看看中醫 中醫說沒有 中醫沒有跟我說有喜 對 他把墨 沒有跟我說有喜 這件事 排毒 對 可能真的太緊張 我 不停地睡 不停地吃 吃得好 睡得好 因為我演唱的時間 又睡不到又吃不到 其他人是吃物 說你跟物友去 是嗎 我跟很多人去 其實 對 其他我就不再回應了 對 因為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所以我就不再說了 沒有 沒有抱 不回應你 對 沒有 沒有 不回應我 對 不說了 不說 但玩得開心嗎 覺得可以嗎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曬 曬得焦了 哪裡 這裡焦了 這裡焦了 因為那些風沙 那些紫外光 是你預計不到的 一直打過來 很曬嗎 否則那些石頭 如何演變這麼漂亮 對嗎 對嗎 對 我只是人肉 對 都被你打成這樣 因為我想去… 其實我想去那個… 因為那邊… 對 那邊… 有什麼事 我會說 那邊… 然後… 你會說